电影三大队 赶紧去看吧 大家好 我是阿珍 接下来好吗 电影三大队 今天已经是正式上映的第二天了 虽然全国多地大学 天寒地冻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 去影院观看一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剧情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大概了解了 它是取材于真实的事件 改编字 纪实文学 整个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的感人 具体是什么内容 你到电影院去看吧 那今天就说一说本片一些让我比较惊喜的地方 首先就是张艺的演技 张艺在这部片子里头 在前面基本上是以群像系的形象出现 有很多的对手系 有很多的跟别人一起标系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片子的最后30分钟 我觉得张艺完成的非常之好 因为在最后的30分钟里面 张艺基本上成了独角系 就是在他的同伴一个一个都离开之后 他一个人一直在继续坚持追凶 这一段不断是在形象上 还是不断递进的这种情感关系里面 我觉得张艺完成的非常之好 尤其是在最后 在派出所里面整个的这一段戏 从他进派出所到出来 到这个镜头摇起来 影片完结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个人表演 大家在看这段戏的时候 一定是很难忽视掉的 那另一位我很喜欢的演员 王霄他年纪其实跟张艺差不多大 也是演了好多年的戏了 他一直没婚上演大男主 但是你不管给他什么角色 他都能完成的异常出色 他真的是最低调也是最好的新二代 演什么像什么 这次本片中他又贡献了非常精彩的一次表现 尤其是唱少年壮志不言愁那一段 和最后要离开队伍的那一段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他有很多的笑点 就是可以让观众有笑有泪在他身上 真的是好演员金牌配角 另外一位金牌配角张子贤 张子贤今年已经有好几部电影了 像热烈学霸二手杰作 他在里面都贡献了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配角表演 每一个都能演出自己独特的气质来 那这部戏里面张子贤和王霄的互动 就成为这部片子的搞笑担当 他塑造这一类的角色真的是不二之选 三大队的另外一位成员的扮演者曹炳坤 从潜伏里面的谢若林开始 他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他这次扮演的角色是那种有一点点懦弱 一开始是往后缩的 但是在最后他却是坚持的时间的最长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里面有很多心理的博弈过程 他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另外一位成员 魏晨演的年轻的队员 我觉得魏晨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一位偶像艺人了 他已经完全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演员 从之前的几部电影的表现到这次这一部 他在演技上一直努力的去打磨和锤炼 也终于见到了效果 唯一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台词还可以更好 还有一位女演员也要特别提一下 因为这部剧里其实有挺多的女演员的 但是戏份都不多 有一位女演员叫徐东东 他在里面扮演一个按摩女郎 出场就两场戏 但是两场戏让人印象深刻 大家可以去看 到时候注意一下 他虽然台词不多 但是好几个笑点都在他身上 其他的女性角色像高夜黄露埃莉亚 这都是非常好的演员 然后戏份又并不多 但是这每一位演员在这部电影里面 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角色 尤其是高夜 虽然对白不多 出场也不多 但是跟角色的契合 和他和王霄之间的这种互动都非常的好 大家值得特别的注意一下 这部电影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 除了刘欢的那首片尾曲 我还要重点提一下彭飞的配乐 彭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 像缝纫机乐队 保你平安 今年的这部热烈 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我尤其喜欢他在热烈里的配乐 所以大家看这部戏的时候 我推荐大家找一个音响比较好的听 能有比较好的音响效果的听 之前二刷的时候 因为那个听的音响比较好 我就明显感觉效果比第一次看的时候要好得多 很多递进的情绪 包括情节的转折 都是通过音乐来推进的 很多的情绪都是由音乐带起来的 如果你的音效足够好 你会发现音乐在这部电影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最后这部电影是陈思成兼职戴莫导演的 陈思腾团队已经是一个圈内的算是金字招牌了 虽然有些电影口碑上有争议 但是他每一部的电影完成度都很高 而且票房也都很好 这一部可以说是陈思成团队贡献的又一部 完全不太一样的作品 在贺岁党的众多影片之中 我觉得这绝对是第一梯队的作品 所以现在影院里这么多电影 你如果问我推荐看哪部 我首先推荐的就会是这部三大队 好 谢谢大家